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初接触她的时候 觉得她是一个很神秘的地方 慢慢开始认识她 觉得她很美 在这里我会找到各式各样的生物 好像琳琅满木的宝藏 同时你沉浸在这片蓝色的世界 会领略到一份洗涤心灵的宁静 但很可惜的是 慢慢开始多了很多垃圾 令到这个水底世界开始失色 甚至失去了她的生命力 在这片蓝色的宝藏 我好想做点事 令这片属于大家的乐土 可以变回生机勃勃 我是一级情教助理莫仲华 沿住手压界支援组 我年轻的时候很喜欢潜水 还考虑了很多牌 之后我又加入了部门的历祈会 在公园的时间 我会约一帮志同道合的同事 一起潜水 一起在水底世界尋忧坦备 我在十几年前 我就透过历祈会 举办了一些珊瑚普茶的活动 我开始就对珊瑚普茶 或者海洋保育的了解 原来我们有很多种方式去保育 包括推广、护沙、珊瑚普茶 水底清洁 自己落手落脚去做青鬼网 很多渔民就剪了网 遺棄在水底里面 很多海洋生物击在网上 又动弹不得又走不到 久而久之 它就慢慢吃到东西 然后就死了 情况也挺严重 如果我们潜水员在水底的时候 青鬼网或者垃圾 都可能会遇到一些风险 有时是因为它白了太久 所以我们看不到鬼网的存在 但是一到 已经可能被它们纏绕着 这样就会对我们 就构成很大的威胁 初初都会觉得吃力 因为做一个海洋保育 我们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 或者体力 但是我们为何仍要这样做 就是因为不希望我们 在潜水的时候 又经常对着垃圾 也不想因为海洋污染 令到我们对城民的安全 有其他顾虑 所以我就选择做一个海洋保育 将一些正确的概念 環保的概念去灌输给其他人 令到其他人都可以帮我手 去保护这个海洋 这片蓝色的世界 引用了无数的生命 为了我们人类提供丰富的资源 移居环境甚至快乐的存在 所以我想更多人认识海洋保育 一起身体力行去爱护它 但这片蓝色的宝藏 不单止我们这代人能享有 亦留给我们的下一代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